大家好,我是曹云平 今天是5月22号 好久没来田间走一走了 趁着未来两周之内 即将变黄的小麦收割之前 再来看它一眼 再呼吸一下 带着小麦清香的空气 我从小在陕西长大了 其实是非常适应这种 四季风鸣的气候 我小的时候感觉 好像那时候天更冷雨更多 但现在觉得 可能小孩子对 那个下雨天 更不喜欢对天冷 记忆更深刻而已 其实气候可能没有 太大的一个变化 现在那些小河 干枯了主要是因为 农业灌溉把那个水位 抽的很低 还不是下雨变少的原因 然后这些年 也去过好多地方 觉得在陕西待着 这半年觉得还挺不错 因为在这个时间 长江流域一般 都是梅雨季节 那个雨大概可以 下整整一个五月 每天都是阴沉沉的那种天气 让人特别的郁闷 然后重庆 大家也知道 它不但是雾度 它也是三大火炉 我那时候夏天 我觉得早上起来跟中午 没任何温差 我觉得就特别的闷热 然后宿舍的那个凉行 就跟睡了一个炕一样 下面放了好多柴火在烧 等到每次夏天过完的时候 那个凉行上就会出现一个人形 那都是用我的汗水浇灌成的 长江流域的城市大概都差不多 上海也是如此 可能那个雨季说不定更长 以前呢也去北京带过 北京当然也是个北方城市 四季也是分明的 但是它冲秋两季显著的要短一点 陕西这个四季分明是 它冲夏秋冬基本上是 等长的 北京那种地方 也就是像满足的这种贵族 没见过世面 然后从东北这个苦寒之地 南下之后 遇到了一个觉得 还不那么冷的地方 就认为找到了一个多大的宝贝 但对我们陕西人来讲 那确实有点冷 我记得有一年 我刚到北京的时候 还不是特别忙 也还比较上进 我就经常去国家图书馆看书 然后有一天我出来等那个695 就等了好久 至少有半个小时 也许有一个小时 就一直等不到 然后在那个寒车 古随的那种寒风当中 等了那么长时间之后 可能也是我最终下决心 要去买一个车的原因 我觉得我被深深的羞辱到了 然后以前在海南带的时候 那当然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热带气候了 就像深圳一样的 深圳也是会跟海南一样 经常下雨 但是它没有像重庆那样说 下个没完没了 海南岛可能也是经常你看下午两三点钟 我们夸了一场大雨就过来了 然后把我们公司在停车场上 那些车洗得干干净净的 篮球场也洗刷一遍 然后就等着我们下班了之后去打篮球 我那时候站在我们宿舍的阳台 看到那个带着雨滴的木瓜树 我觉得就非常的可爱 就觉得这么小的一个木瓜树 这么多产 长了好多好多木瓜树 当然到了海口之后 有一个很大的体会就是 两种水果是不值钱的 一个是木瓜 因为太多产了 另外一个就是菠萝 因为你就在水果市场买不到菠萝 海口人民因为它就是一个蔬菜 只能去蔬菜市场买菠萝 所以 现在就被迫变成了一个陶渊民式的生活 悠然见蓝山 真的是悠然就能见到南边的秦岭 也就是中蓝山 悠然见蓝山 但实际上也一边特别理解陶渊民的时候 一边有特别的不解 就是在这样一个世道 我总是会发出像梁肃民的那样一个书当中写的一个疑问 就是这样一个世界会变得更好吗 就像我们今天看到全国人大开始要为香港立法 然后就会接着问自己这样的问题 那么 在这个问题面前 你是不是能够悠然的见蓝山呢 但是你不悠然的见蓝山又能如何呢 我也是闲吃萝卜蛋草心 就带着这样的疑问 又在这个田间多走了一百米 好 那今天就先聊到这儿吧 大家周末快乐